兩層樓高的透天措地基墊上枕木和充當滾輪的鋼管 工人在地基下方用手將沙土慢慢清除 透天措就這樣慢慢往斜後方平行移動 這可不是在進行房屋改建工程 而是要將重達800公噸的透天措搬家 目標是要以90度搬移30公尺 原來住在金門金沙鎮的黃姓屋主 因為土地權壯問題被迫要搬家 但是這間透天措六七年前才蓋好八成都是新的 屋主捨不得將多年的心血打掉重蓋 於是在網路上請來遠在台灣的搬家高手 跨海來金門幫忙 由於透天措將近800公噸 又位在松軟的農地如何安全移動房屋 成了這次工程的重點 雖然只移動30公尺看起來不遠 但是要轉向90度作業過程相當繁瑣 需要動用許多器械 業者表示要先把房屋周圍挖空抬高 再將四個面做上抗壓板 水泥硬度夠了之後才能安裝千斤頂 一共需要25支100公噸的千斤頂 需要耗費一個月以上時間才能完成搬家 要保固 不能破壞黃酒的水果 不能影響黃酒的壽命 還可以抗爭到地震六級 名副其實的搬家成了金門當地的熱門話題 雖然花費300萬不是比小數目 但是對於黃姓屋主來說 不用打掉 重蓋房子 一切都可以接受 東四新聞葉金雄 陳雲響 帶出來在金門報導 我們的世界總讓人措手不及 但是我們的新聞帶給您耳目一新 隨著世界局勢的緊張 也讓通膨壓力更加擴大 能源以及糧食危機 已經衝擊到了亞洲金融 極端氣候比想像中更加靠近 您感受到了嗎 關注及跟上陳吟的腳步 抵達不期而遇的國度 從容 輕力 您最完美的選擇 東森世界日報